咱們新疆的戰友告訴我, 他說七哥你知道新疆什麼情況? 他說我是去了一個鎮上,三個多月被隔離,三個多月了! 他說我們打開了這些被隔離幾個月的餐廳,門被鎖住的。 他說幾乎一條街上聞到最多的味道就是屍體, 他說很多屍體已經乾掉了。 看伯伯齊症,陽光別院,就吃,沒飯吃,就吃了一些,撒糖,米飯,水。 大家來看一下,現在我們家兩個小孩,現在發高燒金絕, 這醫院一點人性都沒有,沒人管,說我們死在這裡沒辦法。 現在這是醫院吧,你看好這是兒童醫院,這是兒童醫院, 這什麼醫院?這兒有醫生沒有? 像這兒人家沒醫生。孩子在車裡面發高燒金絕。 這兒有沒有人?這兒都不管,你看看一看, 你看我媽現在跪在地上,有沒有人管?有沒有人管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